一瞬间,整个队伍里哀怨漫天,齐员冷漠地站着,就跟没听见似的,吹着口哨整肃队伍。 因为斯文轩犯规,原本半个小时的占军资开始加时,加到了一个小时。 别的队伍都已经停下来休息了,偏偏他们这一队,因为斯文轩的摆架子,而导致集体受罚。 天气炎热,火辣辣的阳光下占军资,汗如雨下,有人已经被塞得头晕眼花了。 尤其是看着对面树荫下坐着休息的其他戏的学生,更是觉得备受煎熬。 几乎不用齐员刻意引导,顷刻间,所有人都对斯文轩千金小姐的无理取闹的行径恨之入骨。 纵使你是总统千金,身份尊贵又如何? 集体利益被他一个人侵犯,他身为罪魁祸首,必然要承受所有人的怒火和仇视。 这是齐员应对这种大小姐脾气人群的战术,他是总统千金,他不能拿他怎么样,可并不代表别人不可以。 集体的力量看似一盘散沙,可一旦涉及到彼此共同的利益,同样也能拧成一股神。 站在阴凉处,芸汐冷眼看着还在煎熬的斯文轩,因为他一个人犯错,集体受罚。 恐怕原本恭维奉承他的人,这会儿都在后悔不迭了吧。 他现在应该庆幸穆飞驰没有过来,他若是真的来了,下手只能干得很。 而就在他以为,穆飞驰不会来的时候,原本安静的人群,顿时喧闹起来,所有人都纷纷地往操场的另一端看了过去。 绿油油的一群迷彩服的新生队伍里,一道巨傲的身影,出现在视野里。 黑色的宽边墨镜遮蔽了大半张清俊的脸,墨绿的迷彩作战服上, 属于他军国少帅特有的徽章,隐称着他身为军人不意外露的凛然气势,巨傲而霸气。 顿了顿脚步,他在人群里缩寻了一番,很快找着了芸汐的身影。 他走过去,骑上的身姿快步走向面前墨绿的一片队伍,军人的不姿比直而坚韧。 站在这群不大像样的新生面前,犀利的凤眸扫向队伍里年轻的面孔, 锦锐的眸光,仿佛能把人洞穿,一种属于军人天生的威严,油然而生。 站在最前边的斯文轩,一看到穆飞池出现,顿时就崩盘了,委屈地冲他走了过去,控诉着齐元的冷血无情。 原本坚持了快一个小时的队伍,就因为斯文轩突然行动,再次犯规。 齐元很不客气地吹了一声口哨,指着斯文轩回归队伍。 人群里一下子哀怨漫天,全都冲着斯文轩各种低声谩骂抱怨。 斯文轩也恼了,没受过这么严酷的训练,总觉得齐元是在故意针对他。 可他不懂,这是纪律。 作为一个军人,服从命令和严格纪律是本能,他现在训练他们也是为了他们好, 为了让他们懂得什么叫原则,什么叫纪律。 可惜,斯文轩一向娇生惯养,压根不懂军人的职责,更不明白纪律是什么。 因为他一个人再度犯规,队伍再度处罚升级到一个半小时,人群里已经有人直接昏倒在地。 没昏过去的,嘴里一个劲地暗骂斯文轩的愚蠢。 斯文轩忍无可忍,猛力走到齐元面前。 凭什么,不是已经快一个小时了吗? 加上犯规处罚的,早就超过一个小时了。 齐元,你别太过分了。 斯小姐,这是纪律。 你如果有任何不满,尽管去投书控告我,我问心无愧。 啊,齒哥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